哈嘍大家好,我是韋子,今天给大家带来王者荣耀十张视频 先看一下这个,现在是比赛开始 这次应该是打的排位赛,然后我还是喜欢打排位赛,还是喜欢这个生病吧 毕竟生病还是比较那个猥琐的,然后现在开始的时候,调皮的玩了两下,绕了两圈 然后转到中路,换了个一技能,我应该是在下路,下路和那个流,和后裔配合 中路,中路我换的貂蝉,带着个皮肤的貂蝉,一个小胡帽,小胡帽貂蝉 这时候看一下下路吧,我换下路,这时候扔了个一技能,把对方铝布砸,这个一技能主要是 有的时候凭感觉吧,不一定会每次都扔的很准 有的时候他人会走开,所以说有的时候,我好像是玩久的应该就会差不多清楚 清楚大概什么位置 比如说人追你的时候,你最好是能换在自己身身这边 而不应该换在追你人的那个位置那里,那很容易放偏了 就是跑偏了,等你换过去的时候,人已经跑,跑开你那个范围了 刚才我这个技能是还没恢复,如果是即时恢复的话,把对方两个人一起一起砸晕 我换了后裔说不定就不会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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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一个人,对方两个 先保护塔要紧,如果离开的话 很容易塔被他拆了,对上路,上路也是两个 上路我换也是一个人拖住对方两个,一个亚瑟拖住对方两个人 刘备和那个牛魔,这是我换齐胎,我换齐胎一些就可以慢慢练 升级吧,就发展 所以让他们发展好的话,后期就好打了 因为他们现在有2-3-2,现在他们被人分开了 对方的牛魔好像往我换叼藏还这样靠拢 啊,叼藏刚才是躲过了对方牛魔那个二技能的冲刺吧 因为对方牛魔二技能冲刀的话,应该是会有一个眩晕 有眩晕一段时间,但是不是很长 但是那一段时间也就够了,很容易造成危险 本来这种游戏的血就不多 很容易被人家直接围殴即杀 我换的那个亚瑟拖在草丛里面 看一下他有什么结招,一个一对二 应该是等他们到塔下了,然后应该还不去不塔 就那么傻傻的看到我方塔被拆了吗 他应该是在,哦,他是在等李白 李白来了,来一起配合 成功击杀了一个牛魔 李白一个大招,刘备 不知道能不能把对方刘备击杀 还是成功击杀刘备啊,不过好像我换李白也是挂了 因为太贴近刘备了 因为刘备的近距离伤害也是蛮高的 越贴近他身旁 对他伤害也越是越高 我对方的那个弓本现在是在打龙 我换上路亚瑟拆塔 我换下路还是我们俩和后裔 我是孙兵和后裔一起在下路和吕布周旋 这个被我换大招控制,呃,对于吃了我换那个 后裔的跟大招,刚才又被我一个1技能定住了 现在感觉这吕布现在是好像弱化了好多呀 吕布刚出来的时候还是挺猛的 那因为刚出来的时候很多人性也没出来 但是他那个技能 而且现在吕布打那个 打克隆战也实在是不好打呀 以前吕布打克隆战都感觉好溜的样子 好,这时候看见对方的弓本 直接被我放那个 叼场给击杀 吕布 吕布,吕布 用弓本打那个 克隆战的话还是比较好打一点 但是用吕布打 现在好像不是很好打 除非是遇到一些战士型的运行 再看看我换叼场 现在看来经济吧 经济好像也是叼场领先 叼场2600 我对方呢是 2400的弓本 我换李白,李白 就这么点血 居然还能强 还没挂 对方的弓本打着残血 对方吕布有点傻 刚才不去打李白 李白就那么点血 随便砍他两刀基本就挂了 这下吕布 是被对方的大招 被那个后翼大招定的 但是我刚才一技能没砸到他 因为我太厚太靠厚了 然后一技能弄的技能还是有点距离 没有 没有 找不到 不过对方下路塔是被我活后翼直接已经拆掉了 然后对方呢 打得残血这样的 然后中路塔塔被我王亚瑟而击杀了 不过我方上路塔也是挺危险的 你看牛魔一只 来了后面有个小兵 刚才换了个一技能把对方牛魔杂音 剩下交给王亚瑟 再前进一点 对方的牛魔换大招 他牛魔大招换完之后 这个像岩浆一样的地方踩下去 也会有一种反式减速的效果 现在上路打得很热闹 然后我 貂蝉应该也会看到上路很热闹 也会上路支援 现在我们是二打三 我和亚瑟 送并和亚瑟 现在我玩貂蝉及时赶到 来了一次应该是击杀了 两个三个 有没有完成三杀 双杀了现在 我刚才完成三杀 就那一波 刚才是对方三个一星追着我和亚瑟 这两个一星一起追着他 就看我玩的一个貂蝉 他已经杀了四个人了 连杀四个吧 星际也是他最高 然后再看一下上路 上路打的也是比较激烈的 对方四五个一起 我还亚瑟快扛不住了 我也差点挂了 如果再被女部击杀两下 可能就挂了 还好带了个伞性 直接潮跑 然后再又进行缓攻 我还貂蝉还是好溜 现在又直接杀了 杀了七个 三杀又来一次三杀 是四杀 还是完成四杀了 应该有超神了吧 就刚刚完成三杀一波 还没多久 现在又搞成 又玩了一波四杀 我看这个貂蝉还是比较六 现在雕像在打狼魔 如果对方的牛魔也来了 一个大招 撑起最后被 最让的牛魔抢了 雕像打那么久 被人我抢了一个大招 搶了个狼魔 大招抢了狼魔 看一下我换了 跟路 看我换李白一个了 对他他们两个 安琪 应该快挂了 直接挂了 我换李白好像 李白应该也是 因为都在弹塔的攻击範围 应该也跑不出来 直接挂了 现在对方一直被我们压着打 对方塔都被我们拆了 就算高地塔 就算高地塔 这生病的大招还是比较好 我换一个大招 让牛魔走得很慢很慢 想跑都跑不掉 被我又被我换那个 好像就被我换几个人围殴吧 雕像刚才这些 差点应该是被雕像抢到那头 还要换一个大招 就可以跑 而且扔了个大招在对方家门口 一中路塔来家门口 对方也 想要不想冒兰 冲进那个圈圈里面 应该是我放 雕像超神 入一次双杀 我也 抢到一个 龙杏 抢到了一个人头 我现在 我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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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喷 电话牛膜又喷了 我放荒木兰 就伤那么点血 这么大个子 既然是被我换荒木兰 一臂虐杀 連環看的環鎖的余地都沒有 還講一路往回跑卻跑不掉 現在我發現花木蘭 貂蟬已經殺了好多 我已經被終結了 應該是 終結了之後 這不是對方的塔 基地已經被我們拆爆了 好吧 本期視頻就錄到這裡 謝謝大家 如果大家更喜歡看那個 他的四殺鏡頭 大家可以回頭看一下 我們就在這裡 謝謝大家